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基本单字篇 一集我们看十个基本单字 所以你家里如果比较小孩子 比较年轻的要学单字的话 要记单字要这样子记 那你如果程度已经有了也可以 就是如果单字记了少 你就这样子记 如果单字记很多 你就当个复习 重点就是 你也可以检查一下 你到底单字认识的确不确实 所以这个频道呢 基本单字篇 你可以当做一个背单字的一个方式 也可以当做一个 或者说你说你单字背很多了 你可以当做一个检查 检验的一个标准 我们看Bound Bound两个意思 一般我们讲骨头 它也是尸骨 人或者动物 死掉尸骨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Ellant一般是红利 也可以是意外的好处 我们待会看看例子 例句 就比较会了解 Bound the Yorge 一帆风顺 Bound你除了是骨头的 或者多骨的 骨头很多 也可以是很瘦的 它可以用在这个很瘦的意思 这个我们一般可能不太会 Buck 它出了名词 书啊 账簿 圣经 你看有三个意思 动词也可是预约或记录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 你当初记这个单字 确不确实 是不是这五个意思 你都知道 Bucket就很简单了 书贵书价 Bucket预约 这些都比较简单 Buckmaker 这个字很多的 外面很多教 它不一定是基本单字 可是我把它列入 因为我们记很多单字 可是生活的日常用得到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这边 只要是我觉得生活用得到的 我都放进来 当然不要用太难的字 像主头 你说英文被很多字 突然老外问你说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六合彩啊 或者是什么地下赌博啊 什么的 你们好像有主头啊 那你说主头这个字我不会 这不好 所以我们就生活上的 所以我们单字啊 你说很难的单字 你说少认识一点 到无可厚非啊 但最糟糕就是 你单字记很多 可是一些生活的 日常的 基本的 你不会 老外觉得 这个华人啊 这个常常 中国人啊 台湾人啊 记单字啊 怎么好奇怪 有时候跟你讲很难的 哟 你怎么知道 你居然知道 有时候跟你讲 那个很简单 简单 简单到不行 你的鼻孔怎么假 你的鞋带怎么假 这个 这个组头啊 这个以前棒球赌博啊 什么组头啊 这些 生活真的 你不会 一大堆不会 头发 头发你会 头发 一根一根头发 一丝一丝头发 这个也不会 啊 bookmark啊 书签 或加入书签 bookshelf 书架 这一集大概这样子啊 基本上 这一集的 单字算简单啦 比较相对之下 单纯的 我们看 Bone 骨头或骨骼 一根头发 就是 一根头发 就是狗啊 喜欢 吃骨头 骨头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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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很厉害 咬了碎骨头 有的 有的 咬不碎啊 就它喜欢的骨头上 有点肉的味道 一只好的狗 值得你喂它骨头 那这个 像这种句子 英文很多这种句子 看起来是表面上讲 实际上它可以衍生出来 good dog 就是一个人对你很好 他值得给更好东西 当然你不要用到长辈啊 用到长辈他不高兴 说当狗啊 就用在 你觉得适当的地方 当然这个 讲狗 这句是比较不好听啊 那有很多其他的句子 已经变业语 它可以 有很多 衍生出来的 就是可以用在很多时期 也可以当尸骨啊 死掉了 尸骨 It's bound to bend very in the cemetery 它的尸骨呢 遗体 埋在一个公墓里面 所以bone有两个意思 bonus一般讲红利 The workers get a Christmas bonus 这工作人员呢 他有一个公司发给他 耶诞节的红利 一般就发现金啊 发奖金啊 所以这种bonus 奖金啊 红利啊 这些东西 那另外是 它可以衍生出来意外的好处 I got a chocolate as a bonus when I bought some beef at the store 我买了 我得到一个巧克力啊 当做意外的好处 当我买了一些牛肉啊 我在店里 买牛肉 送巧克力 我们叫做正品啊 正品 买什么 送什么啊 或者买三送一 买五送一啊 让我们开玩笑 买一送二 娶到一个寡妇 结果有两个小孩 讲不好听脱油瓶 或者一般看下 买一送二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三 Bombo Yard 一路顺丰 他当 这个本来不是英文啊 Bombo Yard 不知道是 可能是法文啊 或什么文啊 所以英文有很多是介质啊 从外国中的 德文啊 法文啊 拉丁文啊 甚至中文 Kong Fu Dharma Kowtow 磕头 Kowtow有很多 还有从日文 Tsunami 这个海啸 从很多 所以英文就是一个组合的语言 就到处见 Bombo Yard Have a good trip 一路顺丰 希望旅行 旅行的高兴 我们讲Bombo Yard 就朋友出国啊 Bombo Yard Bony 骨头的 或者骨头很多的 Steak is building a difficult to eat 这个牛排啊 这个骨头太多了 肉太少 吃起来 这个很难吃 骨头太多了嘛 不好咬 Steak就是牛排 不用讲Beef Steak 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 有些人喜欢讲Beef Steak 当然也没有错 但Steak本身就是啊 那另外一个鸡排也是 那另外一个鸡排也是就可以用Chicken Steak 那就一定要用Chicken 因为Steak本来就是牛排的意思 那猪排呢 猪排呢 猪排英文里面就不太用Steak 不太用 就用Pork Chop Pork 猪肉 Chop 切下来一块一块 然后羊肉也是羊排呢 羊排是Lamb Chop 所以这个Steak通常用牛排 Steak就是牛排 鸡排Chicken Steak 猪排跟羊排就不用Steak 就用Pork Chop 或者是Lamb Chop 也可以Belny也可以当很瘦的意思 He was tall than Belny 这个我们一般比较不太会用 他又高又瘦 像林志玲 又高又瘦又漂亮 Bork 书 这个大家都知道 How many books do you have 你有多少本书 另外它也是账簿的意思 账簿 A company employed accountant the kid books 我们公司呢 Employed 就是Pinching 雇用了一个 Accountant 会计师 去记账 当然很多公司 如果公司不是很大 它是好多公司 请一个会计师 所以一般来讲 大公司它可能有专门的会计师 那一般小公司呢 它就是一个月付多少钱 帮我做账 一般公司自己 自己有会计 会计跟会计师不一样 会计师要执账 会计小姐 看一个两个 做账 然后再交给会计师 来那个 来审核 来查一下 它也可以是圣经 但圣经呢 Book要大写 Did you read the Holy Bible? 一般是Bible圣经 Book也可以 Did you read the Holy Book? 有没有读过圣经呢? 所以圣经 一个字可以大写 Bible 也可以 Holy Bible 也可以光是一个字 大写 Book 也可以是Holy Book 所以圣经 还有Scripture Scripture也是 所以圣经至少五种讲法 动词呢 我这边预约 I have a book table for dinner tomorrow night 我已经预约了一个餐桌 什么意思 预约了晚餐 明天晚上 因为预约是预约一个桌子嘛 明天晚上预约了这个餐厅里面预约了一张桌子 就预约了位置的意思 也可以是记录 Replace a book to suspect 这个警察抓到嫌疑犯以后 把它登记一下 把嫌疑犯带到警察局里面 登记一下 年龄姓名 拍个照 什么东西 Book 记录 也可以是记录 这个字我们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Book 你要认识这两个词心 跟五个意思以后 你才真正的 完整的了解 但Book还有别的意思 这我这边 列出来的 它的意思都是我觉得常用的 有些觉得不常用就没有放进来 不然的话 真的要写意思 还不止这些 Book case 书柜或书架 I choose a book from the bookcase 我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 拿了一本书 I choose a book from the bookcase 书架 书柜 Booking就是预约 Ticking some self from the booking office booking office 就是预约处 预约办公室 预约的小房间 预约的柜台 就是这个戏票 这个可能是 看那个运动比赛的票 买票 或者看戏 看电影 什么东西 从预约处 你可以从预约办公室里面去预约票 这边是booking office 可以去预约 所以booking是预约的意思 然后bookmaker是主头 一般讲 讲那个赌博的比较多 主头 他这个负责收钱 所以这个像台湾 很多这个地下赌博 很多主头跑了 因为到时候 结果开冷门 就是 结果冷门的大赢 结果主头要付很多钱 就付不出来 落跑 booking will save money when you bet 当你打赌的时候 赌博的时候 那主头会收钱 收钱之后呢 然后到时候 开出来结果 然后呢 看你几赔几 看你赢还输 输了当然就没有了 主头钱拿走了 等于是庄家的意思 但是刚才讲 爆冷门的时候 哇 结果是没想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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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他赢了 然后居然这一次 很多人都赌 赌那个很冷门的赢了 哇 主头一看 钱付不出来 烙袍 bookmark 书签 这个 可以讲中 sell for the booking office 这个 这个句子是前面 造错 I use a ribbon it should bookmark 书签 有很多 你可以用一个 像纸牌一样的 外面 文具店有卖很多 你也可以自己用 这边 意思就是说 我用一个 一个 ribbon 像断带一样 断带 那有些书里面 它本身就富有 就一根 好像线一样 断带当书签 你就可以把它拉在哪一页 下次可以读 那现在 网路上浏览器 浏览器 那个叫bookmark 你可以把它 那个 加入浏览器的书签 这动词 加入书签 Don't forget to bookmark this page 不要忘记把这一页 比如说网页 某一页 加入书签 bookshelf 是书架 是Dels of the book 像的 bookshelf 就是他把Dels的什么意思 Dels本来是灰尘 但是一字多译 一字多词性 Dels也可以是 扫除灰尘 他把书架上的书 都把灰尘扫掉 所以这些字 所以我这边讯息量的很大 所以像这种都是 学单字要学的 基础砸得好 你可以看第二遍 真巧印象 所以这边也讲 770个字 所以你如果 这700多个字 你如果都能像 我这个里面上写的 你去记 它有不同的词性 它每个字不一样 有的字就很单纯 一个词性 一个意思 尤其你要特别注意 它有两个以上的词性 两个以上的意思 那种词 那你要多花点心 你把记下 这样子你的 单字的基础 才会打得好 那我需要这边 15个YouTube频道 大家都 15个都按订阅 这期讲是